中国华南华东地区电子供应链招工现场传出仲介乘机狠心砍价 实行只有6元人民币 约台币26.5元 以往中国春节过后 江浙户一带招工热络持续到4月 往年都有几百家企业提出招聘需求 有工厂往年要一两百人 今年一个都不招 富士康实行27元人民币 约台币119元 也只维持一天 华尔街日报点出 中国经济低迷 近3亿农民工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国发改委睽为9年后 1月首度公布新版国家以公代政管理办法 当中要求地方政府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 中国经济下滑 外贸订单流失 现在深圳延田港码头一片萧条都是空货柜 因此出现大规模临时工 找工作艰难 只能接受低连时薪现状 以最低时薪计算 一天工作8小时 收入不到50元人民币 光是在评价超市就完全买不起日常所需 这就是几百块钱的购买力 一盒鸡蛋 两盒牛奶 四袋挂面 四袋猪肉 一袋筹子 一袋筹子 中国规模最大信贫机构忠诚性数据显示 中国融资平台负责帮地方政府筹钱 未偿付外债余额2.56兆台币 其中84%将在今年到2025年间到期 分析师警告恐怕会引爆违约潮 但能不能向中央求救 中国多地现在出现上百座 像是个人式迷你开TV的朗读亭 让民众可以在里面录音朗诵 但是网友说这是专门用来朗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语录 研判作用是思想改造 近新闻彭欣一带有人报道 大家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